王妈妈看出丁柔对月宁侯比较关注 虽然不知道丁柔想什么 但还是将听来的消息说出来 以前奴婢伺候皇后娘娘的时候 有人单单提过月宁侯 说她得神人相助最会看风水 还会什么星空定位 根据天上星星的走向 能判断出有没有雨水什么的 最邪门的一次 月宁侯压着货物出海 明明是晴空万里的天气 她偏说明后日有狂风暴雨 货物停在港口 当时很多人都嘲笑她 那些货物海外急需的 早到一日就能多挣银子 很多商号都出海了 结果两天后海上风浪巨变 唯有月宁侯后来将货物平安运去 大赚一笔 夜观天象便时天气 丁柔没想到古代人真有奇人 感兴趣的问道 啊 月宁侯真真是了不得呀 还有没有这样的传闻啊 或者她从何处学来的 嗯 从何处学来的说法挺多 有人说她是天赋异禀 有人说她是财神转世 财气最盛 但有一种说法 奴婢以为可信 嗯 什么说法 他的祖上随太祖皇帝征战天下时 曾经在敌军手中救下过刘军师的姓名 随刘军书以书籍相赠 并且 并且在太祖皇帝封决后 刘军师建议月宁侯去江南 丁柔扶了扶额头 去江南躲开隐王之乱 躲开了太祖皇后的清算 要不然同新阳王争锋的月宁侯 没准会被安国夫人给除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月宁侯府早没有当时 同新阳王府争锋相对时的气眼 料想安国夫人 不会总是揪住往事不放 刘军师 刘伯温 王妈妈点头 只说 他失成鬼谷子 没准 纵月宁侯的书本 便是关于星象之说的 如果是刘伯温 没准真有此一说 丁柔唇边齐着笑意 他怎么看 怎么是亏本的买卖 莫非月宁侯能翻转 月宁侯的经商能力 不容丁柔质疑 治下大家业 养活月宁侯府 那么一堆极品 月宁侯挣钱能力差一点 这些人都得和西北方去 没有精明善于理财的他 月宁侯府绝对回不到京城 虽然他被逼着去丁敏 但客观原因很多 他也不可能是全才 经商的才华 绝对比丁柔强 是蝴蝶翅膀引起的 和丁敏前生不同 还是月宁侯 满有尸体 看走眼了 丁柔直觉 其中必有缘故 但是什么 一时猜不透 他倒是没有想着 跟着月宁侯挣钱 他去炸丁敏 只是想着 算计一把杨士 丁柔记得 在坟前说出的话 帮着尹承善弟弟 早日迁入尹家祖坟 丁柔按拉按额头 最迟两个月 尹承善一定会外放 他必须在两个月内 办成迁坟 将尹承善生母带走的事情 看似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未尝没有成功的可能 王妈妈看着丁柔 手指轻点梳妆台 尹承善寻求外放的事情 他也从宫里 听到一些风声 四奶奶 这满屋子的摆设 可都是太夫人 和安阳郡主殿下 给您准备的 不须奴婢说啊 这摆设的用料 都是从生女儿就开始准备的 极为的贵重 如果现作的话 再多的银子也买不到 丁柔挣了账 他是在提醒自己嫁妆 丁柔的嫁妆摆设用料 有很多的都是来自西阳王府 全是穆太妃 在柳氏出生时就开始准备的 虽然家具没相亲待遇的 但杨氏应该看得出价值 这些笨重的嫁妆 丁柔不可能一件一件的都带走 必然会留下大多数 等到丁柔回京时 还剩下几件呢 丁柔原本只打算收拾戏软银子 但现在经过王妈妈提醒 先不说嫁妆摆设里 有太夫人和柳氏的心意 就说保不住嫁妆的 都是没用的女人 她可不想成为没用的女人 也不能辜负太夫人的教养 丁柔相信 不管什么原因嫁妆有失 太夫人一定会很失望 尤其是杨氏这样的婆婆 便宜了谁也不能便宜她 丁柔笑道 我知道了 她又多了一件头疼的事情 外头有人说 四奶奶 厨房的管师来了 让她进来 管师妈妈笑音地进门 居膝行礼 四奶奶安 起来吧 谢四奶奶 丁柔看她满脸的笑容 是来要银子的吧 三天用去一百了 杨氏真当她好欺负啊 你不在母亲小厨房伺候 来我这儿有事吗 回四奶奶的话 自从您管了厨房后 太太虽然有着神韵 但胃口大开着呢 说您是最孝顺不过的人 嗯 管师妈妈见丁柔不嫌不淡的 甘笑两声 太太和大奶奶胃口好 用的就多 四奶奶还没生养过 自然不知道 府上有孕妇的 都盼着他们多用一些 多吃生个健康的小少爷 所以说 太太胃口大开 是好事 嗯 丁柔又安了一声 漆黑的毛子 闪着微亮的光芒 平静地看着管师妈妈表演 见她还想 再絮絮叨叨地说话 丁柔截住了她的话 是我上次给你的银子用完了吗 管师妈妈差点一口气闷死 原来四奶奶知道 黑黑干笑两声 太太嘴条 所以一用得快了一些 太太今日还想咽窝 惺惺唇 奴婢不敢拿这些小事 去烦太太 也不想让外人看四奶奶 不孝顺太太 便来您这儿想想办法 管师妈妈悄悄抬头 看丁柔的神色 见到她靠在星星红的 苏绣枕垫上 唇边含着笑意 一下一下地扇扇子 玉腕上的镯子晶莹剔透 看似就知道 必定价值千金 光是四奶奶扇子 象牙柄下坠的珠子 没准都值百两 想到四奶奶进门前 打开架桩要装时 那满满灯灯的物件 不知道要花了多少人的眼睛 难怪太太惦记着 不遭算计哪儿跑 难心 取一千两银子来 是 管师妈妈笑容更浓 讨好的说 哎哟 您真真是孝顺儿媳妇啊 太太必定会感到您的孝心 丁柔将拿在手中的银票 递给管师妈妈 在她接过前 又抽了回去 这银子 我是孝顺母亲的 母亲吃了用了 多少我都不心疼 但 被你们贪了去 我是不一的 奴婢不敢 不敢占小便宜 丁柔仿佛在观察 她是否可信 淡淡的说 既然母亲让我管厨房 我也花了银子 总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吧 这样吧 齐妈妈 你每日辛苦一趟 采买回来的东西都看一遍 你是知道外面的价格的 我总不能被糊弄的 一两银子买一个鸡蛋啊 管师妈妈面有难色 丁柔更收紧了银票 怎么 你真在糊弄我啊 不敢 不敢 一切一丝奶奶 丁柔这才将银票给了她 过后 杨氏说 买 什么好吃的买什么 能赚多少是多少 满足口腹之欲也好啊 丁柔看着蓝心担心的目光 荡言开笑容 飞禽走兽 可不都是好东西 尤其是对孕妇来说 杨氏 只是学了名门世家的皮毛而已 真正的传承 她是一点也不知道 世家贵族 传承的是底蕴 杨氏只是认为 贵的飞禽走兽是好东西 却不知道如何养生 丁柔没生过孩子 现代草根出身的她 对古代贵族的养生调养 知道的也不多 但是她经过太坟的调教 并看了很多流传下来的食谱 又有新阳王府相助 这些足够她对付杨氏了 世上最懂得女子保养的人 是太祖皇后 当年小产的太子妃 不是她尽心照顾的话 皇后娘娘绝活不到今日 在太祖皇后流传下来的手渣里 有专门的几个药方子 杨氏想要贵的吃 有些合在一起 可是很有问题的 也许是丁柔痛快地给了一千两 也许是杨氏不想再同丁柔置气 直到傍晚用膳食 杨氏都没再找丁柔的麻烦 新媳妇该守的规矩 丁柔也不会让人挑出错处 她进门时 听见杨氏开心的笑声 抬眼看去 杨氏身边的大嫂小杨氏 也是容光焕发 神采依依的模样 她们估执 长得还真是相像 伺候杨氏的妈妈丫头 脸上都泛着喜悦 给太太贺喜 给大奶奶贺喜 一群一群的跪在杨氏面前 奴婢贺大少爷高升 贺大少爷双喜临满 丁柔自觉地忽视了 给杨氏长扇子的 隐成扇生母 现在无法改变什么 唯有末世 才会让彼此好过 杨氏担放眼一番 表露出几分的得意 你来了 母亲安 丁柔弯了弯膝盖 沉静的眸子里 带出点点笑意喜悦 是大伯有喜讯吗 儿媳不知 他高升何处啊 杨氏眸光扫过丁柔 看不出他的喜悦中的 勉强嫉妒 不管怎么说 隐成扇的媳妇 确实娶得好 几次交手下来 杨氏心底 隐隐有几分后悔 庶女也会有丁柔这样的人 好孩子 是你进门带来的福气啊 杨氏对丁柔和颜悦色的 让人错以为是慈善的婆婆 丁柔笑着回道 儿媳可不敢激光 是您肚子里的小弟 同大嫂肚子里的侄子 带来的好福气 这番话一说 大小杨氏喜悦更是一满眉间 小杨氏说 他如今生作公布运转司的主事啊 官职虽然还赶不上四书 但盛载有十权 手里过的银子都以十万计呢 运转司是修缮各处合地的部门 十权倒是谈不上 但有修缮合地的银子倒是真的 是公布比较有油水的地方 太子皇帝虽然制定了完善的制度 严防运转司挪用修缮合地的公款 但制度再完善总会有漏洞 只不过是挪用的日子长短 数目多寡罢了 丁柔听丁老太爷说过 运转司的银子只要数目对上就行 当然对不上的话 皇上的处罚会很重 恭喜大嫂 丁柔向小羊氏贺喜 您总算是熬出来了 过了六品的坎 大伯往后会步步高升的 小羊氏得意地免了免发病 带着难言的俱傲 成帝卖得极言了 老爷高升 总不会忘记府里 忘记兄弟 老爷需要兄弟的帮臣 丁柔接下了小羊氏的嘲讽 不就是说隐成善没有心吗 想让隐成善辅佐帮衬他 吃人说梦呢 丁柔微笑着点头 大伯是母亲敌长子 是应该多照顾府里 多干照弟妹 二伯他们可都指望着大伯呢 大伯放路又多 又是最有油水的 交到宫中的银子 夫君哪敢同大伯比肩呢 大伯才是隐氏家族将来的组长 往后我们若大伯四分就是了 杨氏心里不痛快了 丁柔这不是将隐成善的放落拿回去了 他出手就赶了一千两 还在乎隐成善的放落 但对杨氏而言 花尽数子的放落是应该的 他容忍下了数子 把他们养这么大 隐成善理应该将一切都给隐家 小杨氏也知道说错了话 担心的看着杨氏 我 小瑟儿媳妇说的也是 隐氏家族早晚得老大继承 杨氏与其转 至于小瑟儿的俸禄嘛 丁柔上前一小步提醒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总不能让夫君越过大伯去啊 让隐氏族人区分不清族长是谁 闹出误会笑话来 多伤您的脸面呢 夫君倒是不介意的 但儿媳总会劝着夫君 不能让大伯没脸 隐氏家族那些族亲 大多酒囊饭袋没什么出息 白给隐程扇 丁柔都不会让他收下 趁早甩开正好 杨氏一琢磨 没有亲族帮衬 无法立足官场 杨氏又舍不得银子 说道 嗯 先缓上半年 给族人看看 然后再 小四孝顺 我是知道的 丁柔 举着膝盖说 就啊母亲说的 从今日起 夫君奉路 存六交四 什么时候他说的了 存六 这杨氏面容一领 怎么算都不对 丁柔心中冷笑 杨氏是不会懂 偷晃概念的 此时丫头正好上菜 丁柔专注着 伺候杨氏用膳 托用膳不说话的福 杨氏总不会自己坏了规矩 心里盘算着 到底哪里不对 享受着丁柔殷勤的释放 用了膳食献茶 丁柔总是能在杨氏开口之前 把话岔开 杨氏根本戒不上 原先提起风露的话 徐氏在旁边看着 暗自摇头 母亲 真真是遇到对手了 而且 他明显感觉出 四弟妹游刃有余 尹承善的风露 怕是再也拿不回来了 杨氏挫败感越浓 尤其是丁柔说的 尹家豪富 他要是冥完之后等等的话 更让他不由得度火中烧 不是怀着身子 他会受这一等委屈 孕妇的思路总是不一样的 恰好 有外面管事妈妈来回话 杨氏在丁柔略带爷爷的目光下 命令 取出两万两 多买些粮食 是 丁柔赞道 母亲真真是防坏于未然 大手笔呢 这不算什么 杨氏抿了抿发病 将银府经营得好 手里有银子 是他最得意的事 何况 买下粮食 早晚能赚上一笔 倒也不是光顾着 同丁柔志气 你还年轻 不晓得 每年北疆都需要粮草 你们舅舅说了 今年北疆收成不好 粮食没准还得涨 府上用不了 也可以卖出去 小杨氏对杨氏连连赞叹 王氏徐氏跟上 丁柔眼里也闪过一分的佩服 能察觉北疆缺粮食 能买下贪徒地 在经营上 杨氏是个合格的当家主母 丁柔佩服着杨氏 顺便不动神色地 探听他的经营之道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经营方法 取长补短嘛 顺便也让杨氏 没功夫想引成善放路的事情 随等丁柔出了正房门 杨氏懊恼地拍了一下桌子 小杨氏连忙安慰着 姑姑 总会有机会的 嗯 比你久还滑 把这银子 一副小家子气 不是我用孝道 逼他拿出银子 供咱们孤侄吃喝 他还不见得藏多甚呢 杨氏眸光阴冷 落在旁边的侍卸身上 隐程善生母颤抖着 杨氏嘲讽地勾了嘴角 傲慢地扶着肚子 我就说你是白生养的 生的女儿跟你不是一条心 在我面前 规矩的像条狗似的 好不容易盼着小色科技高中 可怎样 你不照样在我面前立规矩 小色感说一个不字吗 丁氏进门后 眼里心里 怕都没你这个低贱的生母 丁氏虽然也是术语 但他生母是欺品告命 为了他打下了同新阳王府的关系 你 你比人家差老远了 这辈子就是伺候人的料了 看着面无血色 凄苦不堪的他 杨氏心里非常的痛快 你 外面站着去 是 太太 泪水盈盈 乌业不堪 已经是他最常见的了 站在回廊下 盯着露出裙摆的绣鞋尖 他凄苦懦弱的脸上 露出一分的欣慰 自己是没用的 护不住儿女 但儿媳妇能帮着儿子 他应该可以放心了 姑姑 真要拿出银子卖粮食啊 咱们手头可不富裕啊 我并非全是被丁氏所击 中了他激将法 北疆的粮食紧缺是一定的 到时咱们倒卖一番 一定能大赚一笔 如今咱们吃喝都是丁氏供着 用银子的地方少 往后 你我姑子 看上什么好手势 是摆设衣服 我自然也能让他掏银子 我倒要瞧瞧他私房银子 有多少 杨氏得意极了 我儿恰好高升 如果银子有短缺的话 挪用一些就是了 哭哭哭英雅 两人相视而笑 同时想着只买贵的 即便银子捞不到手里 手势摆设也能换银子用 王妈妈扶着丁柔的手 压低声音说 四奶奶 什么都别说 什么都别问 丁柔缓慢地说 月宁侯这笔买卖 绝对不简单 我就是想让杨氏将银子都满了粮食 思索了一天的丁柔 总有种感觉 他就快解开谜底了 就差最后一块拼图 到底是什么 丁柔进门后 见到尹承扇板着脸坐着 你们都下去 是 等到屋子里就剩下他们夫妻时 丁柔笑着问 谁惹尹淡花生气了 尹承扇眼前是妻子笑音的脸庞 再大的怒气也消了 伸手揽住他 在他耳边说 他生官了 丁柔安抚般地拍着他的后背 你比他生得快 站得高不就是了 让他永远看你脸色行事 在你身后吃土 一成扇嘴角扬起 手指缠上丁柔脑后的一缕青丝 一圈两圈 柔韧的发丝 仿佛能缠住他整个人 二皇子视察胶囊回京 得陛下包奖 朝野侧目 子墨对二皇子总是不看好 唉 江南 丁柔找到了最后一块拼图 月宁侯 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银子如果吃亏了 争执上呢 事情有趣了呢 下一次